持續75天的佔領運動結束 警方出動7,000警力 在金鐘佔領區全面清場 用了接近5個小時 拘捕堅持留守的佔領人士 包括學聯和學民思潮成員 十多名泛民立法會議員等等 他們都沒有太大反抗 整個清場行動在晚上9點半之前和平結束 聶佩林報導 多次警告後 警方在下角解放軍總部對開 開始拘捕行動 表明堅持和平非暴力 抗爭到底的學聯學民思潮成員 和14個泛民議員手翹手 手在最前排的是學聯常務秘書中耀華 還有學民成員 包括曾經絕食的吳文謙 他們都沒有反抗 劉手腳亦都包括文化監備的韓韻詩 韓詩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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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逐一被打搶警車 韓詩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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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一傳媒主席黎智英等 警方在前排拘捕,后排的人就继续拉起横額 拘捕行动由下午4点半开始,到天黑还未完结 留下的除了香港人,还有专程由内地来的人 这也是中国未来必经之路,北京人和香港人在一起 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被捕,如果我们因为这样而退出 永远都争取不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就在最后排,说会陪着其他人留守到底 我觉得占领运动,他未赢,但他没有输 因为在于政改实际的情况,确实他未达到 但是你看到香港人到今天都依然是不合作到底的时候 证明香港人不会放弃,也未死心 公民要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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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民不合作 适当是9点多,周永康和李卓人成为最后一批被拘捕的占领者 有信念事記者 李佩南報導 香港解放軍部隊總部對開的一段道路 仍未完全清長 車的東行去到紅棉路交界 就要右轉入紅棉路 不可以遠端下到中直接駛去金鐘和灣仔